富家千金在定亲当天和穷苦地教书秀才私奔 可不料第二天 富家小姐的尸体便在枯井之下被人发现 而与其私奔的秀才梁宇生也是遍体鳞伤 梁宇生说两人是不小心一同跌落井底的 但经过武座尸检后却发现 娄小姐身上虽然有数处伤痕 但都不足以要其性命 她的真正死因是被人掐住脖子窒息而亡 而在刘知县的审问下 梁宇生很快便承认了谋财害命的罪名 并签字画压了 可当梁宇生的案卷上报提刑资核准处展时 宋慈却发现了案情的疑点 这完全不对头吗这个 宋慈分析案情 如果梁宇生真的是以资本为名 想要谋财害命 那她为何不将娄小姐拐骗到城外 找一个荒野无人的地方 再干杀人越货的够荡 怎么可能在娄家的后花园就动手了呢 更不合理的是 她本人也掉入了警令 第二天抓住一审 她还就认罪服法了 这不是不合情理吗这个 随即宋慈火速赶往了战场 并趁楼家大办丧事之际 悄悄潜入楼家后花园的枯井处查看 而在勘查过程中 宋慈意外在地上捡到了一个铜挂锁 一转头 还与楼园外的小儿子相遇了 这是我家的后花园 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而就在聊天中 宋慈无意间发现了小孩胸前带的铜锁 和自己刚刚捡到的铜锁一模一样 刚想询问 小孩的母亲神色慌张的匆匆赶来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事后宋慈找到了刘之县 提出要赴神此案 并去狱中探视一范梁宇生 可此时的梁宇生如风如电 痴念着已死的楼小姐 随时要随爱人而去的模样 宋慈能感觉得到 梁宇生对楼小姐真挚的爱 但他很疑惑 楼家是身宅大院闺门重重 梁宇生是如何掩人耳目 潜入楼小姐闺房 与楼小姐有了这段儿女私情的 梁某家贫如喜 身无常 唯有梁某点滴才华 被小姐爱 梁宇生告诉宋慈 他和楼小姐其实根本没有见过面 都是通过情书传递情愫 昨晚楼小姐就要与他人定情 痛失致爱的自己因此多喝了几杯酒 可回到房间后 就在桌上看到了楼小姐 给自己的私奔书信 约在后花园见面 那如果是这样 这应该对你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 郑重你的下怀 那么你为什么要把小姐带到井边 将其掐死还要推入井下呢 谁给他掐死了 我那天饿多了 什么都想不起来 梁宇生的话让宋慈十分无奈 但他还是没有放弃 继续问梁宇生 他和楼小姐往来的书信都还在吗 梁宇生答道 那天夜里积极赴约 这些东西都还在自己的房间 随后宋慈又拿出案发现场捡到的铜锁 询问梁宇生是否见过 梁宇生也是称没见过不认识 问完话后 宋慈与刘之县来到了正在办丧的楼家 经过楼员外同意后 他们一起来到了梁宇生的房间 但屋里早已经被下人打扫干净 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的信件 楼员外告诉宋慈 自己因为痛恨梁宇生害死女儿 这才将她的东西扔掉了 宋慈又进楼小姐住房查探 她在一把古琴下发现了一张笔墨 上面写着一首情诗叠恋话 结尾还有落款和提及 月夜偶梦 与家人相聚 哎 刘大人 这却词是男人所做的 宋慈很是不解 这明明是一首男人写给心爱女子的诗 但字迹却是女子的笔迹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临走前 因故无意间发现了桌底暗藏的火盆 还有一点烧剩的纸片 宋慈看到后直言不讳 我说小姐如此有诗情的一个人 这闺房之中怎么连她一件墨宝都没有 原来都化作灰烬 原来楼员外为了楼家的名声 这才有意无意地毁掉了一些证据 而就在此时 屋外桑月想起 出殡的时间到了 但本案疑点实在太多了 宋慈决定开关验室 神探宋慈伸出手 在女孩尸体腹部轻轻一按 意识到什么的她突然脸色大变 把女孩的家人拉到一边告诉他们 楼员外 你家小姐已有数月身孕 要知道就在几天前 17岁的楼家小姐才刚刚与人定亲 但是当天夜里就与穷酸秀采梁宇生私奔 还被书生给害死了 宋慈立马返回牢房找到梁宇生 问她是不是把楼小姐肚子搞大了 因此害怕怀孕的事情暴露 才对楼小姐下毒手的 可梁宇生却是识口否认 大人 梁宇冤枉啊 梁宇实在是冤枉啊 这哪是梁宇所谓啊 梁宇生告诉宋慈 自己之所以愿意在宫堂上甘当死罪 是因为楼小姐之死于自己是有干系 觉得狗活人是索然无益 这才一心求死 但这狗且毁人清白的罪名 她是绝对不认 而在网恋期间 她和楼小姐只是隔墙遥望 从未有过私会 诗文都是通过先交给自己的学生宝少爷 然后再交给楼小姐的丫鬟秋月 最后才传到楼小姐的手上 想起来她曾在楼小姐的房间 见过一首情诗蝶恋话 肯定就是梁宇生所作 但字迹却是女人的 应该是楼小姐抄写的版本 而且在床下探盆里 宋慈还发现了男人字迹版本的蝶恋话 可当梁宇生现场把情诗再写一遍时 宋慈惊人的发现 梁宇生的字迹与探盆里的字迹大不相同 哦 对对对对 不一样不一样 哎 这就怪了 一首词 三个人三种笔记 这才是怪事了 这就对了 随后 宋慈与刘之县又来到楼府找丫鬟邱月 却不料还是慢了一步 丫鬟邱月已经死了 在反锁上的房间内用剪刀自杀了 门是从里边倒插的 对 楼园外告诉宋慈 邱月作为贴身丫鬟 肯定早知道小姐与梁宇生的奸情 如今小姐被梁宇生害死 她必然生出了自责之意 这才寻了短见 可宋慈经过仔细观察邱月的伤势后 却得出了她杀的结论 剪刀细长而间 长不过五分 宽不过两分 但邱月胸前的刀口尺寸明显不止 将剪刀嵌入刀口中 周围还有缝隙 可见杀死邱月的凶器并非剪刀 应该是一把更大更长的利器 而且按常理来说 自杀的伤口应该是由鞋上直至心脏 但邱月身上的刀口却是垂直插入心脏 这与自杀者发力位置完全不相符 本官断定 凶手是一个比邱月高大的多的人 再从邱月安详的微表情可以看出 凶手应该是她熟悉之人 而最关键的一点 邱月的手指甲里有血迹和细碎皮肉 这说明临死之前 她抓了凶手一把 而巧的是 楼园外的脸上竟然恰好就有两道招破的血痕 楼夫人赶紧出来解释 说是她睡梦中不甚招破的 此时宋慈还在窗外发现了凶手留下的脚印 更加印证了这是一起杀人灭口案 而根据现场留下的脚印大小来判断 凶手应该是位身高七尺有余的男子 刘志县见状立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她认为凶手极有可能就是楼园外 因为她爱慕虚荣 恨自己的女儿欲穷秀才相好 于是一时气急的她便将二人推入境中 此事恰好让丫鬟秋月看到了 她又只得杀秋月灭口 而她自知脸上的招痕难以掩饰 就把夫人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 假装是被夫人招伤的 诶 绝无此事绝无此事啊 虽然刘志县的推理有根有据环环相扣 但宋慈还是从中找到了纰漏 既然说楼园外的杀人动机是掩饰家仇 那她为什么将犯罪地点选在了楼家的后果园 这且不是招来了更大的家仇 所以宋慈断定楼园外并非凶手 但本案确实是有一位未知的真凶存在 于是刘志县下令全程搜捕凶手 凡年有破痕者都要细加询问 与此同时 之前宋慈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同所 所以派出英姑和赵捕头去寻找同所的出处 结果在街上 他们也遇到了有同款同所的楼家小少爷 赵捕头蹲下来豆宝 爸老爷 你为啥长这么高 这么壮啊 我表舅也很高 可是太瘦了 那他长得什么样啊 那不就是我表舅吗 小宝 与楼夫人告别后 英姑和赵捕头一家家店铺搜查过去 终于在一家首饰店找到了同款同所 最近有谁买过这个偿命锁 店家告诉英姑 十天前有个公子哥来买过一个偿命锁 都下二十筒钱买了一个麒麟款式的 但他在收摊的时候发现 少了一个狮子款式的偿命锁 怀疑是那个男人顺手多拿了一个 但看他装束打扮又不像是个缺银子的人 对方高高瘦瘦 手里还拿着一把扇子 手往兜里一掏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自从丫伙秋月被人杀人灭口后 审探宋慈根据秋月指甲上的血迹 全程排查脸上有伤的男人 英姑在酒楼意外发现一男子脸上有两道血痕 于是便跟踪了上去 男人一边走着 一边用扇子遮住自己的半边脸 但还是被一个掌柜发现了他 并大喊着要他还钱 男人加快步伐甩到了掌柜 英姑见状立即上去询问缘由 英姑主动帮男人还钱 从而得到了男人血下的欠条 并看着男人走进了一个院子里 而在英姑蹲守的不多时 另外一名嫌疑人楼夫人 也偷偷摸摸地走进了男人所在的院子 与那名叫原生的男子优惠 娄夫人问原生 上次除了给宝儿买的长命锁 是不是还多买了一个 那小妮子不是怀孕了 我拿同事子哄她 说等孩子生下来就带这个 你可是给我惹了大事了 娄夫人告诉原生 宋慈在密案现场捡到她给娄小姐那块长命锁 正派人满大街找出处 但只要现在不出门 等这个风头一过 以后都是好日子了 说吧娄夫人把钱袋子里的钱全倒给了原生 哎呀好好好 这事啊值得干 怀里揣着白花花的银子 露着我心爱的女人 将来还有房子家产 看来我呀是要走运了 自以为走大运的原生 下一秒 她心爱的娄夫人就往她的酒杯里倒下了毒药 做完这一切的娄夫人正准备离开 不料一个转身 这什么地方 这谁家院子 把门打开 赵捕头捡起钥匙将门打开 却见原生早已经倒地身亡 对此傻白天楼原外表示很是震惊 这不是你娘家表弟吗 前两天你说她走了 这不都会死在这儿呢 宋慈看不下去了 直接指出楼夫人和原生便是本案的真正杀人凶手 而与娄小姐相恋的也并非是梁宇生 而是这位刚刚被毒死的原生 一句便是他在娄小姐房间找到几张纸张 一手叠练花的情诗竟然出现了三种笔记 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礼带桃江笔记 宋慈从容讲出此案的微妙内情 在数月前 梁宇生与娄小姐隔楼遥望而生情 于是写下情诗 让学生宝儿转交给娄小姐 宝儿给了丫鬟秋月 可丫鬟却直接将情诗 给了能随意进出前院看望表妹的原生 原生又另抄一份当作自己的作品 趁机掉落给娄小姐 情斗初开的娄小姐 根本扛不住原生情长老手的攻势 一番花言巧以后 娄小姐便以身相许了 而从那以后 前院后院之间的互通情书 也成就了一段奇葩的千古家园 而原生为了哄娄小姐开心 更是将偷来的长命锁当作礼物 送给他们未出生的孩子 宋子也是因为在案发现场 捡到这个长命锁 这才怀疑娄小姐怀孕了 所以才决定开关验尸 案发当天 原生与娄小姐相约于定亲夜外逃 但到了后花园 原生凶相毕落 直接将娄小姐掐死并扔进枯井 然后又以娄小姐的名义 把喝多久的梁雨生约到后花园 将懵懵懂懂的梁雨生 一同弄至枯井之下 所以说 本官认为小姐之死跟梁雨生成为凶手 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既定结局 随着真凶漫漫浮出水面 知情者秋月也被原生杀人灭口了 但原生也因此被秋月抓伤了脸 楼夫人为了混小事听 假装做噩梦抓伤了楼园外的脸 想要栽赃嫁祸于她 你怎么敢嫁祸于我呢 你这个黑心黑肺的臭婊子 是我 是我干的 全是我干的 我恨你楼家的人 还有你那个可恶的女儿 楼夫人愤愤不平 说当年楼园外熟她出青楼 只是为了生儿子传宗接代 而心高气傲的楼小姐 总是当着丫鬟们的面骂她是臭婊子 就连对宝儿她也是爱搭不理的 那宝儿 是我楼家的独子 她将来 是要继承我们楼家的财产的 你是宝儿的母亲 母以子贵 这些财产 还不都是你和宝儿的吗 听到这话 楼夫人瞬间就心虚了 说楼小姐迟早会带着家产 嫁给高门大户 等楼园外一死 有钱有势的女儿女婿 就会赶他们母子走 所以为了宝儿 就必须先下手围墙 除掉威胁到宝儿的存在 宋大人 那你说这个原生 是被谁杀死的 还用说吗 当然也是这位幕后指使者 案件水落石出 但一想到自己年幼的儿子 楼夫人伤心不已 她请求送辞 让她去学堂 看自己儿子最后一面 当看到宝儿后 楼夫人把宝儿身上的 长命所藏得起来 然后把她交给楼园外 妈妈一定要回来 宋别宝儿 楼夫人转身就倒下了 等宋慈等人反应过来时 她已经用原生杀人的刀 了解了自己 并把刀交给宋慈一座物证 自此 喜悦记录上又多了一桩穴的教训 喜欢的朋友拜托帮忙关注点赞 我在这里先行拜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